马路是你家开的,脑袋有洞 师兄,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呢 唉,刚刚开车上山,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在红灯停下来时,有辆车开到我旁边 摇下车窗大声骂我 你会不会开车,马路是你家开的,脑袋有洞,连车都不会开 开车上山过程中,心里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 现代社会怎么了,我又没做错什么 一大早就碰到奇怪的人,这让我心里实在很不舒服 所以,生活上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用法师在讲,前念后念不相知 后念碰不到前念的直见,是根本行不通的 怎么说呢? 如果说前念后念不相知,那刚刚师兄跟那个人怎么对骂? 还有,法师问我怎么说呢?我怎么回应? 同理,我的问题,法师要怎么回应?因为前念后念不相知啊 我认为,念头跟念头之间,彼此都是连续不断,而且有关系的 否则我现在怎么能讲出刚刚的事情呢? 之前曾经讲过霓虹扇,实际上只有一个点 每一个点的现象出现时,前面的那个点一定已经消失 但,我们因为视觉或听觉暂流的关系,以为还在 所以,不断地跟实际上已经消失的前一个点互动 就举刚刚那个骂人的话,脑袋有洞为例子 脑是第一念,带是第二念,有是第三念,洞是第四念 讲带的时候,脑一定要消失,否则带没办法出现 讲有的时候,带要消失,否则有没办法出现 讲动的时候,有要消失,否则洞没办法出现 这个脑袋有洞四个字,彼此之间没关系 但我们经验上,是前一个声音并没有消失,才能连续 而且有关系,所以才能听得懂脑袋有洞的意思 否则消失了,那不是不知道别人讲的内容 然后就会变得笨笨的吗? 你这问题很好,值得理清一下 我们从两方面来观察 消失是不是就不能连续 消失是不是等于不知道 首先,消失是不是就不能连续 我们反过来想,是不是要消失才能连续 我们拿一段音乐来看 从眼睛的角度,乐谱上的每个音符 是不是占据不同的位置 即使同时用不同的乐器表现,也各自占不同的位置 接着,从耳朵的角度 如果要用乐器演奏出来 那是不是第一个音符演奏出来 必须要放掉以后,才能出现第二个音符 一直到音乐演奏完毕 如果前一段音符都重叠在一起 那如何成为旋律? 但我们仔细观察 当非常饿时 吃了食物后 非常饿的现象消失 很饿的现象出现 接着再吃食物 很饿的现象消失 有一点饿的现象出现 再继续吃 有一点饿的现象消失 有一点饱的现象出现 继续吃 有一点饱的现象消失 非常饱的现象出现 因此,如果饿的现象没有消失 饱的现象不会出现 回到音符的例子上 如果前后两个音符重叠 会发生什么事? 经验上好像从来没发生这样的事 前后音符一重叠 应该就没办法演奏了 哈哈,没错 既然不重叠 那也就是说 前一个音符 没有到下一个音符去 下一个音符 也不是从前一个音符而来的 每个音符各安其位 用重叠的概念 好像就有一点懂了 回到之前 那个骂我的人讲 脑袋有动 这个脑跟带不能重叠 所以必须前一个消失 后一个才出现 因此,要成为旋律 必须前面的音符灭掉 才能有当下的音符出现 两者不会错乱重叠 才能变成旋律 变成旋律时 一个乐器的一个剑或一条弦 在一个瞬间的时间 只能有一个音 合奏或合弦的话 就会同时有不同的音出现 但却各发各的声音 不会互相混淆 玄沙诗被禅诗这么说 中中无古响 古中无终生 中古不相交 句句无前后 终生古响 不会互相混淆重叠 也因此 唯有念念灭不重叠 才能成就一首旋律 讲出一段完整的句子 世间万法 皆是如此 法师这样讲念念灭 才能连续 好像就可以理解 如果两个字重叠 例如把脑跟带重叠 不管重叠多少 那还真不知道怎么讲 经过法师这样的解释 刚刚内心郁闷的感觉 好像就消失了 但是 还有一点不清楚 既然不断消失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冷言经》中 佛陀对阿难开示 有一段示范 我们也来现场表演一下 有没有听见 有听见 有没有听见 没有听见 有没有听见 有听见 再来 有没有声音 有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有声音 没声音 你们都能知道 对不对 对 所以 当问你们听闻的功能 如果声音消失 就没有听见 那听见的功能 也跟着消失 接下来再出现声音 你们怎么会听见 因此 实际上是 不管有没有声音 听闻的功能 不会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讲白话一点 就是 听见有声音 也能听见没有声音 声音会生灭 但 闻性 没有生灭 回到脑袋有动 这个例子 就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 消失的是声音现象 一个瞬间的 因缘组合 脑 下一个瞬间的 因缘组合 成带 再下一个 瞬间的 因缘组合 成有 接着动 脑袋有动的 声音现象会生灭 但 听闻性 从来没有生灭 所以 你才会知道 这四个字 法师你这样讲 但实际上 我们根本感觉不出来 不但觉得念头 没有消失 伤心痛苦的事情 也没有消失 而且还栩栩如生 所以才那么多烦恼啊 没错 也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要休息 但透过这个之间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发现 自己经常与消失的在互动 这个过去 有时候是十年前的陈年往事 也可能是前几个月的事 甚至是前几分钟的事 像刚刚被骂的经验一样 这些当时发生的事情 都已经消失 成为记忆 然后用记忆回想的时候 却以为还是当时的那件事 那些人 但 其实过去 已经消失 渐渐发现 用记忆的时候 跟梦境很像 也自然 比较不会紧抓着不放 过去的影响 渐渐渐轻 进一步 才有可能觉察到 前一念 也是消失的过去 听法师这样解释 前念后念不相知的这个知见 感觉上没那么抽象 在生活中 似乎是可以练习的 学着随时随地地活在当下 即使运用记忆 也知道 那是当下全新的念头 是啊 这样让我更深入地理解 师父讲的 念念都是新的含义 只是 这跟我们平常的经验 真的太不一样了 而且 根本是完全相反 是得花一段时间 摸索练习 是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禅宗讲 不经一番寒彻果 哪得梅花扑鼻香 只要大家有恒长心 跟毅力练习下去 就自然会有成果 谢谢法师的耐心的开示与鼓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方广佛 华言经 卷十三 菩萨 问名品识 识 绝守菩萨 以诵答约 人经问世易 微小 勿群蒙 我如七性答 为人应地听 诸法 无作用 亦无 有体性 事故 比一切 各个不相知 各个不相知 譬如河中水 湍流 静奔事 各个不相知 诸法 亦如事 亦如大火炬 猛烟 同时发 各个不相知 诸法 亦如事 亦如长风起 日物 显古善 各个不相知 诸法 亦如事 亦如重地界 辗转 因依住 各个不相知 诸法 亦如事 亦如所 邦 亦如 Augen 亦如许倫 亦如 знак